一只无毛猫的泡手视频 哈喽大家好 我们这一期视频的主人公呢 可能跟往期不太一样 因为往期的主人公都有毛 他没有毛 因为无毛猫很怕冷 来的时候穿了一件棉袄 我们先把他的衣服给他脱掉 我们第一步先要把他的指甲给他剪短 再来看一下他的皮肤状态 尾巴和身上的油脂都是特别的丰富 给他弄一个头脸 我们来给他做一个全身去油 养过无毛猫的人才知道 无毛出油是多么的恐怖 尤其是脚趾缝当中特别容易藏无纳垢 但是无毛猫的手感真的是好到爆炸 去油之后我们只可以放水给他洗澡了 先把他身上的去油膏给他泡掉 去油膏清理干净之后 我们就可以给他上沐浴露了 无毛猫洗澡特别简单 你只要给他搓干净就可以了 看到网上有很多给猫搓澡的神器 比如说手套啊刷子什么的 大家记住一定不要给无毛猫用 因为无毛猫的皮肤真的是太敏感了 还是手搓比较好 搓干净之后我们就可以冲水 准备给他泡澡了 准备出发 如果说无毛猫搓得太频繁的话 会导致他的皮肤发红 我们就这样静静的给他泡着就可以了 大家慢慢欣赏他泡澡的过程吧 中文字幕提供 泡澡结束 我们给它冲一遍水 洗澡也就完成了 虽然说乌毛毛没有毛 但是我们也需要给它烘一下 烘干的过程当中 我们要把刚才使用过的所有的东西 进行消毒 死吧机也要换上一缸清水 给它循环消毒 由于我本身有很严重的抢磨症 所以说消毒环节我是特别的注重 让死吧机循环消毒15分钟就可以了 烘干完成 大家看它有没有变白一些 准备给它清理一下耳朵 它的耳朵还算是比较干净 证明主人照顾的真的是很精心 最后给它脱上一层润肤乳 今天的洗护就完成了 这个手感真的是太棒了 小姐姐非要跟它合个样 换上一件耳朵新衣服 让大家再多欣赏一会儿 无毛毛的颜值 它主人说它在家特别喜欢看电视 吃零食的时候还不忘看着电视 小姐姐在跟主人探讨一下 无毛毛的养护 我给这只无毛毛拍了几张照片 我们一起来欣赏一下吧 谢谢大家的观看 我们下期再见